诗篇133篇第一至第二节 看啊大兄和睦同居士何等的善何等的味 这好比那贵族游销在亚伦的头上 留到胡苏又留到他的依静 没错了你会看到一样东西就是 原来我们能够有把握有办法 能够拿到和受高者在受高方面的看法一致的话 我们就能够拿到那种因果 而比如像这么多年当中 我相信在石安的领袖 起码一样东西你会知道 就是我的看法和好小人不同 而实际上我的看法真的很多人要跟 我记得当我说到关于策略游戏的时候 就算连全职都有些看法是不同的 我说到要练中横的时候 有时他们都会感到吃力 跟着我所比的方向 但我想让你知道 你不只是跟着就可以了 不是的 如果你的看法是慢慢偏差的话 而有奇怪整个因果慢慢离开你的话 其实要改过的一定是你 因为这个只不是谋略的灵其中一个方向 我们不需要那么紧张 他也是神的灵 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受高者 受高方面的看法的话 我们就错失了一个很大的祝福 实际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在教会的管理上 人事处理上 建立教会的概念上 跟我的看法不同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在这间教会里面 建立一个成功人数增长的家序 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会看到教会里面有几个家序 简直增长到不断分裂 但你看看带领的人 他的看法是如何 留意一下他们怎样 跟领袖的看法一致 他跟你一样 他都会遇到 自己看法跟领袖不同的地方 他怎样呢 他遇到领袖可能的弱点 他遇到人家对领袖的排斥 又或者甚至遇到 真的领袖一些处事上的瑕疵 这些人 你看看他怎样保护领袖 你看看他的观点和看法 是怎样依从领袖 那你们会发现 具体领袖或者教会管理 教会处事 教会建立方面 难怪他能够使得人数增长 但反过来 你会看到 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自己本身有一个恩赐 就是当我自己的心被说服之后 我就能够用我的口 将我自己的看法 说到你明白 就好像你要看到2012这套讯息 其实我想想开始的时候 一般人都会觉得很震惊 对不对 又说你会说到好像很绝 2012是否真的有这么多事发生 是否这么紧要 有没有那么长 但当说的时候 你会发现超乎你想象 而实际上我相信 接受2012的看法 在未听整套讯息之前 都是一种吃力的 因为我都考虑到 我都会理解到 实际上 在当时 我们教了几个人 幸好感谢主持有几个人 那些都应该要走 其实那些都没得救 所以我就理解到 其实接受我现在所说的不容易 但我本身有一个恩赐 就是当我被说服的话 我是可以很有逻辑 很有理性的 去说到你明白 去将我的看法去表达给你 然后让你去作选择 在这么多年里面 你发觉我就能够轻易 将我听神的声音的看法 因次的看法 医治的看法 教会人数增长的看法 神迹歧视的看法 去告诉你 而很多鼎姊妹听了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她一接受这个看法 就怎样 她们做到我说的神迹 所以在鼎姊妹来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不过是接受 别人的看法 她不需要研究 她不需要想 但我想让你知道 在教会里面 有非常之多的看法 是你自己去捕捉 去摸索 是说不了那么多的 在建立教会的管理 就如我所说 人事处理 教会的概念 有很多真理 其实是说都说不及 因为我们主日 已经尽量去说 但是有太多的东西 是你自己 真的自己去捕捉 也不能够被动靠 领袖去说 因为全世界 有几多教会的牧师 可以有这个恩赐 就是将自己的看法 很简单 很全面的去分量出来 全世界的激徒 都是要学习领袖的看法 在没有任何附作工具底下去做 今天 如果你想祝福更加多 更全面 你就要去学这件事 而不是坐着等这件事出现 而第三件我想提醒你的就是 记住 如果今时今日 你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家序负责 有恩赐的一个侍奉者 也是教会的领袖 来自你的看法 是与领袖一致 所以你受领袖有的恩高 你受教依他 但是记住 要立志 一生都保持住 这是我所立的指向 而我今天跟你去分享 一生都不要难为神的受高者 善待神的受高者 最重要的就是 你身边的受高者 连他一言一行 最重要就是他的看法 小心 极之小心 当你年纪大 或者你甚至成为领袖 你的看法开始与他不一致 极之小心 在未来的讯息 我会教你如何自处 教你理解那件事是什么 免得你骄傲 但是总之就是 你要知道 你有的恩高 是因为你和他的看法一致 而很多时候 你的看法根本从来 都未向过这个方向 如果没有这个受高者的话 你永远都不向这个方向 去做事 去相信的话 你欠了一个很大的人情 有生之年 懂得这个秘密 那这一点 对你一生就受容不尽 诗篇133篇 第一至第二节 看下帝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线 何等的味 这好比那贵 还游销在阿伦一头上 流到胡桑 又流到他的依静 来头高径牌 我主抛开心卦 受贩余重担 恶忆 又上街放下 现站立在圣床 正听上声音 深远是风 我主将世界撇吓 随着耶稣 忍住你脚中 不见才不教他 心转有记者 神说话 随着耶稣奔跑到永生 探视风 以我生 深恨中 每刻 等见你说话 身见吻 永久 依靠你说话 神说话 词 消灭